была 好 冷月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遊戲頻道 沒有錯 今天我們再來看一下狼竹崛起 那今天這支影片 我们来稍微跟大家闲聊一下新出的活动吧 那有人说想要看领冬的对局 冷月希望自己明天要记得参加啦 现在是礼拜六 希望记得礼拜天晚上的6点02分 要记得参加领冬 因为冷月其实有想要再去重刷一次 哆啦哀梦的大雄与天空的理想箱 但时间上我觉得可能会卡到领冬之战 所以冷月其实有点尴尬 那我希望就是不要卡到啦 冷月希望有时间可以拍影片给大家看 看领冬之战的内容这样子 我这一手特别确定过开战时间啊 还有一天三小时啊 没错这一手特别那个啊 哇哟正选30vs9 看来这一次我们又是一个碾压局啊 看起来啊 好的这不是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夏日黄欢节出的一系列的活动吧 首先疾风降刺 不得不说啊 你今天有玩灰狼的话 疾风降刺请务必要买 1690就把它刻下去了 加10%灰狼生命值跟5%攻击 这加的真的超多啊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玩灰狼为主的话 这个造型 请务必一定要刻好刻满 冷月那一次没收集到金色传说就很可惜啦 因为冷月是玩焦狼的 买这一次的疾风降刺没有意义 但今天如果你是有玩灰狼为主队的 请务必务必要把疾风降刺买下来 这真的非常重要 再来赤炎猛虎 没错 狐狼的黄毅力 如果今天你是有玩狐狼的 像什么我们最近很强的斯凯尔 或者是我们强大的洛基队 基本上你只要玩这两个主队的 主流队伍的 赤炎猛虎请务必要把它刻下来 加防御加坦度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冷月发现这件事情啊 焦狼的真的好少 焦狼就是怒寿狂喜跟我们的海洋霸主 参加巨兽节活动 完成游历任务 看来都要很久 好再来170块的超级周卡 这个这个CP值超高的周卡又来了 除了可以拿到一堆肉跟一堆酒之外呢 第七天 我们的索尔 来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通行证是送谁 没有错 送我们的斯凯尔 斯凯尔搭配索尔 再搭配我们这一次的 等一下会出现的莱卡翁 刚好就是一对META的主流队伍 狐狼的技能爆发队 哇靠 170块让你组成 让你拥有那个狐狼 技能爆发队的一个副手 这强度 强度当然是有的 所以170块就给他下去吧 然后记得要搭配我们的通行证 不要忘了 670的通行证 还有我们 如果你运气好运气好运气好 可以快速的敲到那个我们的 猎狗珍宝的话呢 你可以不用额外刻猎狗珍宝 那如果没有的话 猎狗珍宝刻一下把莱卡翁拿下来 或者是你不想刻 你就用艾斯来做一个替代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狐狼队伍了 一个技能爆发的狐狼队伍 再来我们的烤肉圣宴 一样啊 670块拿索尔 那当然啊 这个的670我就觉得 就看人了 这个就没那么重要 因为这主要是 你通行证能打到几层会比较重要一点点 今天如果说 冷月我把那个 30层都打完了 还超过30层 那我不得不说 你这个670刻下去绝对划算 但今天如果你说 冷月我只能打到10层11层 那你买这670 脑袋坏掉才买啊 根本不划算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要买这670的话 请务必打到至少30层 不然的话 连7000这个都不要去动它 7000赚还是很贵的 你如果能够达到30层 要买再买 30层重点在于 这10个英雄碎片啊 这差很多啊 如果打不到的话 个人建议就不要买了 我自己买过20层 我打到20层然后买 我自己觉得CP值会偏低啊 不要浪费这7000赚 真的 当然我们的狂玩现场 一样是可以拿我们的索尔碎片 那主要就给大客长了 2700个甘煤烧酒 甘泉烧酒 你不是大客长 你能够喝到 我还真的不相信 所以这主要就给大客长 去玩的啦 这就不用看太多了 基本上无客玩家能够拿到50 我觉得偷笑了 应该是50差不多吧 好像50都有点困难 你就派对筹措的换那个20个 协力谢宜的20个 烤肉盛宴的 我看一下可以拿几个 5个5个 5个10个 总共可以拿到30个 30个 解不了甘煤烧酒 那你就把前面两阶 也就是我们的10跟20领完 就大概差不多了 这是无客玩家的目标 然后这次的累厨一样是给烧酒 跟当初是一模一样的玩法 然后这筹备谢礼 可以发给同盟的人 这是吗 我也不知道是发给谁的 反正就是一样是那个发的红包 这样子 然后这次派对筹备跟当初我们在玩烟花的时候 都一样都有啊 要登陆 要打授寻 要联盟行动 那后续的活动还没开启 但相信就是做那些基本的日常活动而已 只是次数变得非常的多 协力谢礼部分 老样子 久违优先 再来是肉 再来 就看你缺什么 那个人觉得建议 再来先换莓果 莓果再来是纸狼碎片 最后才是吉他无为不为 像加速资源那些 为什么会这么讲 因为基本上酒 能开到的东西非常好 你有机会开到一堆的钻石 所以酒一定是作为一个优先 再来是肉 刚好来凑你的通行证的活动 再来是莓果 莓果生金狼技能很重要 尤其如果你是玩那种比较便宜的金狼的话 莓果会很缺 紫狼碎片 对于无课玩家来说 紫狼是出席非常重要的战力之一 所以紫狼碎片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剩下的我就建议你随便换的原因 是因为没有直接推荐高级狼牙的原因 是因为高级狼牙到后期 其实真的弱非常多 基本上完全不出金 妥妥就是一个垃圾 我上次抽了60抽 一口一抽60抽 没有半只金狼 只有几个金碎片 对比当初刚开服随便抽保底都一只金狼 或者是说有一次更新之后又变得好抽一点 大概平均3到40都可以拿一只金狼比起来 现在这个真的是有点弱了一点 所以高狼牙 个人不建议你在优先度上比较高的时候换的 好再来 派对这里连续登录送好礼 对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10的 所以无可可以拿到40个9 这很重要啊40个9 不错哦 那当然最大的重点是我们的第8天的传说碎片 可以拿5片 这算是CP值非常好的登录的正礼了 这样子以无可来说 好再来说我们猎狗的珍宝 这个如果今天你要玩我前面刚才说的那个combo连击 我们的斯凯尔日狼斯凯尔日狼 日狼那什么名字啊忘记了 日狼斯库尔 斯凯尔好像是那个吧 狂妄之风 我们的日狼斯库尔 再加上我们的 莱卡翁跟索尔的话呢 那猎狗的珍宝请务必要把大奖抽出来 这有跟大家评估过了 全开大概是1000块 那现在有这个 易碎的碎石锥 所以你的取得方式会更多元 那现在会更省一点这样子 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铁锥 照理来说会有一个33跟一个170的限时特价 哦有出来了 下午没出来 那如果有的话你搭配这两个是有机会 运气好可以直接开到莱卡翁的 莱卡翁平均至少要到5次以上比较容易中 所以就像你前面5次 中的话你是超级欧洲人 5次以上没有到8次之前算是正常 就还算OK 那8次之后是脸黑的非洲人了 好再来最后最后这个活动啊 我们的大转盘 他这大转盘出的意义极度不明啊 反击核心英雄赛文 基本上啊就是做一个克制反击流的一只 110的英雄 那讲白的这只角色确实没有到太出色 大家就看看就好 没有必要特别花钱去买 400一抽啊400一抽 以CP值来说算划算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不会想特别去抽他 因为就觉得强度没有到那么高 不值得我花钱去抽这样子 那这边也有 你抽到250抽会有其他的赛文碎片 如果今天你是很想要练赛文这个角色的 这只110角色的 那你可以考虑拼命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钻石流的做其他事情吧 买买加速冲冲等级 都比这个来的更划算这样子 好那这一次主要就是 这些更新的新的活动内容 那主要都围绕在我们的 夏日狂欢节活动 就是这烤肉盛宴的部分来 做一个围绕 烤肉跟喝酒啦 讲白就是中秋节嘛 到了 烤肉喝酒是必备行程啊 那这一次的活动 整体来说 CP值算高的 就要给的东西给的福利算好的 那也出了比较多 高CP值的低价位礼包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兴趣想要课 想要玩的话呢 个人建议 我刚才说的那个组合 豪华通行证 加上我们的 170周卡 加上我们的莱卡翁的 猎狗的珍宝 这三个课一课 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队伍了 那后续要怎么练 我们后续再来做一个思考 以及后续再来农那些 传说狼碎片就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 就到这边准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任何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